中国领导人又开始了中亚之旅,参加上河组织会议并应邀访问哈塔二国。从在哈萨克斯坦受到的最高礼仪接待来看,这将使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得到更大的提升。 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机制在稳定而加速发展,可以说中亚稳了,美国和俄罗斯都甭惦记了,在世界局势紧张而敏感的关键时刻,这一届上河组织会议召开,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,而中国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同时,还因哈萨克斯坦国和塔吉克斯坦国领导人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,则意味着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稳步向前推进。 中亚地区处于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,是连接中国与欧洲以及南亚的重要殊影,在大国竞争时代,对中美俄三国来说都是逼争之地,尽管中亚五国是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,可由于解体的早期俄罗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之下,也确实顾不了那么多。 由于美国的介入,使得俄罗斯的影响力大大之扣,苏联解体后,美国就一直寻求在中亚打进蝎子,对中国和俄罗斯都可以形成威胁,特别是从阿富汗撤军之后,就加强了对中亚的外交攻势, 企图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,更想拉拢中亚五国进入美国联盟圈,中亚五国成立时间短,国家实力弱,不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得罪不起,更不知道与谁亲近更有利,所以其外交方面一直是犹豫不决和左右摇摆,而中国强势复兴,给了这一地区国家以重大的战略机遇, 一是中国的和平互出五项外交原则,中国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理念,特别是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,对中亚五国是最具吸引力, 二是中国的大国地位,既可以对冲美俄的影响力,稳定地区局势,更可以获得发展的重大机遇,因此近年来在中美俄三个大国的竞争中,逐渐偏向了中国,中亚五国中只有土库曼斯坦没有加入上河, 而土库曼斯坦一是实力较弱,二是其国策是保持永远中立,尽管如此,中途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 哈萨克斯坦是实力最突出和影响力最大的中亚国家,恰恰该国与中国的合作态度最积极,这从本次对中国领导人的最高接待领域就可以看出, 乌兹利克斯坦则是在年初,总统米尔吉耶耶夫正式访华时,与中国签署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, 意味着中乌关系已经开始升级了,塔吉克斯坦这一次也邀请了中国领导人正式访问,相信合作关系也会升级, 吉尔吉斯坦国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重要的是在不久前签署的, 中国吉尔吉斯坦、乌兹利克斯坦铁路项目,是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, 就足以说明对华合作关系的升级与重视度, 2023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首届中国与中亚峰会,成为双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, 为双方合作搭建了新平台,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迈入崭新时代, 今年3月,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正式启动, 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六国携手谋发展,并肩促合作的坚定决心, 这一次中国领导人访哈,料想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升级, 哈方会全力推动中亚五国,与中国的全面合作机制的升级, 可以说以这一次中亚之旅为奇迹, 中亚五国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会更加稳定, 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打美国牌来牵制中国了, 或者说美国想再渗透,就已经没有机会了, 尽管俄罗斯也想与这五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, 可是这五国对俄还是保有一定的戒心的, 这可能与乌克兰战争有很大的关系, 美西方也一直炒作,中亚地区有可能成为乌克兰第二, 重新学起后,俄罗斯对地缘政治的需求自然会提高, 首先就是想把当年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融络到一起, 如果不想加入俄罗斯联盟, 就必须加强对华合作关系, 或者说也只有加强对华合作, 才能抵消俄的地缘政治压力, 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加强, 对于俄来说,目前也是可以接受的, 去年11月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, 在接受白罗斯国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时提醒中国, 警惕西方国家对中亚地区的插手, 他指出中亚地区对中俄来说非常重要, 绝不能让其成为第二个乌克兰, 中俄都将面临威胁, 所以由此可见, 俄罗斯更希望中国加强与中亚五国的合作, 以阻止美国向中亚渗透, 一方面俄自身无力左右中亚局势走向, 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爆发, 中亚对俄有恐惧和戒备之心, 另一方面在中亚战略问题上, 或者说在应对美国向中亚渗透问题上, 中俄的利益是一致的, 还有就是中俄本身就是合作无极限的战略伙伴关系, 中亚五国不论从地理位置, 还是经济互部等方面, 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区, 重要的是中国愿意与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, 一是中亚是中国的牧林, 不能让外界特别是美国在中国身边打进鞋子, 这对中国的威胁太大, 二是五国有丰富的粮食、矿产和能源资源, 这是经贸合作的前提, 三是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, 既可以联通欧洲, 也可以进入南亚和西亚, 更可以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相通, 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带, 四是中亚五国要发展, 首先就需要进行各项基础建设, 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, 也是双合作关系加强的重要领域, 总之中亚是中美俄三个世界大国竞争的重要地区, 一直犹豫不决或摇摆不定的中亚国家, 近年来与中国的合作在不断加强, 目前已经是累积到了合作升级的时候了, 从最具影响力的哈萨克斯坦国, 迎接中国领导人的最高领域来看, 以这一次中亚之行为契机, 中国与中亚合作机制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升级, 可以说中亚稳了, 美国与俄罗斯都甭想惦记与中国竞争影响力了, 这也可以称之为大国竞争战略的一次重大胜利, 如今的欧洲正在经历银吃卯粮的正统性阶段,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三的美英法, 都正在发生着难以控制的政治演变,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年, 拜登已经被民主党中的很多议员明确告知要即退选, 让位给更有能力的人, 拜登虽然拒绝, 但在这种内讧的背景下, 拜登能够获胜的几率又有多高呢? 而且拜登被迫退出竞选的可能性很高, 也许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, 他就会宣布退选, 而英国的苏纳克, 似乎脑子不清地宣布提前举行大选, 前两天英国的大选正在进行中, 已经传出消息, 工党将对苏纳克所在的保守党形成碾压式胜利, 同样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想吃错了药, 宣布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, 而反对党极右翼阵营, 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局面, 未来的马克龙要么宣布辞职, 要么和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法国政府一较高下, 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, 未来几年的法国就只能亡于内斗, 而无法分身国际大势了, 美英法三国在今年的选举上纷纷翻车, 就连霸主美国都有了翻车的风险,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, 则是这些国家的政权主导者判断失误, 在这种情况下, 如果还觉得西方世界还能左右世界的未来, 那恐怕左右的方式就只能是暴力了, 因为当言辞无法得到目的时, 脑子不清的人是最容易举起拳头的, 在这种政治变天的情况下, 也是最容易出现转移矛盾的行为的, 此时的印度还在向西方靠拢, 只怕会引火烧身, 而我们则更要保持警惕, 做好灭火准备, 实在灭不掉的话, 那就只能等到春风吹又生的时候了, 但欧亚一体化这个大蓝图, 却一定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, 对付脑子不清的人, 最好的办法就是等他们自己闹够了, 再无精力乱杂一通。